最近有網民在蓮登出帖子 呼籲香港人不要用俚語 究竟香港人是否真的懂得分 大陸用語和香港用語呢 很明顯是這個類似 這個是香港 這個是國內 這個是香港 這個好像是國內一點 證明香港的中文教育 整個制度有很多問題 我覺得是香港教育出產的產品 你真的可以錯了 我覺得要再培訓 手機簡單一點 你手提電話說四個字 你手機說兩個字 手機 不用說了 大陸 大陸 香港是手提電話的 通常是手提電話的 很少是手機 但是現在看到 有些人是跟你說手機的 手機apps 很多都是大陸 手機apps 香港用語 因為我看到官方 高官都說是最低工資 工資很明顯就是大陸 人工才是我們 不要 這個是大陸的 大陸的 你們身邊的人 多不多人都用到大陸的儲物 多了 多了 我們的學校都是 今年可能方溫那些 或者現在的小學 他們就會比較多 因為他們接觸北多大陸的東西 會的 會的 真的會 因為你二元目染 你全部都是看這些 所以他很厲害 這些 不是快入侵 就是厲害的 現在香港和大陸都差不多 對 香港就是中間一部份 我是在大陸出生的 我是差不多K3的人 才來香港的 我覺得自己的身份認同 應該是一個香港人 不會是一個內地人 事實證明 不少香港人已經在無意中 被內地用語影響了 近年很多我們香港人 都關注我們香港的文化 留意到 語言是一個承載文化 很重要的載體 有些朋友就發覺 咦 用了一些大陸常用的用字 形容這一堆的詞語 就叫做匪語 都挺負面 匪語可以分大約三個類別 第一個類別就是一些官方的套語 即是說逢是新聞稿 一些演講等等 他就會用一些他慣用的詞語 第二類就是一些大陸的潮語 或者是一些簡單的書面語 但是本身廣東話 應該就是有一個 都可以表達到 那個意思的 那個情況 第三類就是一些 大陸才有的一些潮語 廣東話 未必說可以一對一 有一個 跟他的意思 直接一模一樣 一對一的詞語 威脈就是第二類 是一些內地的詞語 如果用一個 最精進的 用死黨 一樣是沒問題的 他說故意殺人 其實都沒問題的 但是我們香港 為什麼可以兩個字 可以呢 因為我們傾向是文言少少的 很多時候的標語告示 鹽禁吸煙 文言味很重 但是如果你要用一個 白環文宣免語 請不要吸煙 那個感覺是不是差很遠 反過來 這就是我們香港的 語文的特色 高富稅 這類的用字 其實為什麼會融入香港 首先香港 廣東話本身 是沒有這類用字的 而文化和文化之間 會互相有影響 這也是很正常的 如果這個情況 成為了本土流行的詞語 那就變成了內地的文化 傳入香港 就越來越厲害了 受內地用語影響的 除了市民口語 還有傳媒 香港媒體使用內地的議員 我剛才所說 由改革開放時 已經慢慢慢慢 不自覺地 融化了 打造這個絕對是大陸的用語 香港其實有它自己的話 建造 營造 塑造 都比它還好 是吧 怎麼叫做打造呢 發表講話 deliver speech 其實這是外來語 大陸就用了這個外來語 香港就分了大陸 大陸越來越流行一種叫做擁場的句子 對呀 我們做新聞的 有句說話就說 你如果一句可以說完的東西 你不要分了三句 內地剛剛反過來 一句說完的東西 它分三句來講 就是家床結屋 我覺得這個潮流很難阻擋 我看就是盡量堅持 但是我認為 香港是保留廣東話的最後一個陣地 一句說話就是 如果那句說話 香港話是有的 就麻煩你 就用香港的意義 就不要用大陸的意義 我以為大媽是大叔的相反前編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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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呀 你這樣做我才撐 是我 我會說一句 我會說 我們上次就出了一篇匪語實測 起料 很多網民留言 說我們經常用大陸用語 我滾一滾那字 啊 又真的有 讓我先把當事人捉出來 副二代 改了很多年 如果不是 廣東話式的副二代是怎樣說的 是 二世祖的 啊 對呀 你不說我忘記了 有二世祖這個湯 糟糕了 不知道 不是那些屯門大媽霧 廣場大媽霧 都是香港法輪的嗎 好呀 我知道的話 我一定不會用的 第一集 人 原來日常生活裡面 大家說不同的人的時候 都習慣了用大陸的用語 但其實香港都有自己的表達方法 大陸的說法就是 小三 但我們香港以往 其實就沒有這樣的說法 我們香港通常叫那些 會用第三者 或者以前是二奶 甚至乎 逐一點 會離證 大陸就叫 本身是女性之間的好朋友 叫閨蜜 現在演變到 好像 男性都可以叫做閨蜜 我有時看 這就真是一個 不太好的用法 我們自己廣東話的說法 那些是好朋友 甚至乎是死黨 大陸說的吃貨 其實就是我們廣東話的一些 食家 即是很喜歡吃東西 不過 語言就不是死的 會因應時間和地方而改變 部分大陸字 是不是可以視乎情況來用呢 如果我們查一些傳統的詞典 土豪是選一些地方的豪牆 現在大陸說的土豪 土就是說老土 豪就是說富豪 專門形容那些文化修養不高的有錢人 大陸說的大媽 如果廣東話一講得很明顯的說法就是 私奶 但大媽就含有貶業 有取笑的意味 溫佐治就認為 當大媽是專門形容某些大陸女人的時候 其實都可以接受的 大陸說的高富稅 包含了三樣東西 又要高大 又要有錢 又要英俊 大陸說的白富美 形容一些女生 皮膚又要白 又有錢 又英俊 大陸說的小鮮肉 形容一些年輕一點的英俊 以上三個詞語 廣東話都沒有一個一對一的說法 只可以用英俊或者美女表示 大陸的流行文化 其實傳播速度都很快 主要就是網絡的世界 一些流行劇 坦白說 香港人很多時候都經常去看這些劇 或者會去瀏覽大陸的一些網頁等等 受到這些大陸文化的二元目染 加上有時傳媒 為了可能要貼近市場等等 亦都用了這些詞語 本身我們香港現在已經成為了廣東話的文化重鎮 可以說是 我們每天都在說的時候 是否應該更加珍惜它 不要讓一些大陸的用詞 那麼容易影響到我們呢 是 我們用入坑這個字就是教學 我們就好 投入那件事 就會用出坑來形容 即是擺脫了 我真的以為是那些分盡潮語 因為日常生活都會說出來隨口說到的東西 這些匪語的稿不要了 第二集大陸潮語 隨著越來越多香港人使用圖寶 微博、微信、抖音等的大陸網站 大陸的潮語亦都傳入了香港 入坑就是其中一個 吸精在廣東話 以前就叫做很搶眼 或者有個古老小小的說法 就叫做很有看頭 吸力呢 廣東話我們就是 就是贊別人厲害 甚至乎是加油 都不需要用一個大陸來的用字 去代替了我們本身 一個簡單直接傳神的叫法 靠譜似乎是一個很新興的說法 廣東話以前就沒有這個說法 都是說這件事 或者這個人是很可靠 那個人是值得順來 靠譜的確在現代漢語詞典 真的找到 現代漢語詞典 由大陸官方修訂 有推廣普通話的作用 因此雖然靠譜等等的潮語 成為正規的書面語 但以廣東話為母語的香港 是否都要使用這些詞語呢 草泥馬相信大家都很明白 在廣東話就是一個 問候娘親的意思 講粗口 其實我們廣東話是博大精心 親我相信就是大陸的網購 我們用得多 經常都這樣叫我們的買家 我相信是 將親愛的去簡稱 這個源於淘寶的詞語 被稱為淘寶體 後來就被廣泛流傳 光棍在大陸的意思就是單身漢 我們廣東話就有個 以前有個比較傳神的說法 叫這些人寡老 光棍這個詞語其實是由來已久的 例如你看詞源 它解釋都是負面的東西 在流文 光棍其實在廣東話 有一句揭後語 叫做光棍佬教仔便宜莫貪 因為大陸文化的影響 所謂光棍節等等 大家都覺得這個光棍 會不會純粹是解單身漢呢 顏直 我們廣東話有一個很近似的說法 就是外貌 但外貌其實 都是一個很籠統的說法 我們整句的句子來看 是否只能夠形容它 顏直高等於外貌好 顏直低就是外貌差 那麼簡單 廣東話來說 是男士的 他是帥仔 他是儀表堂堂 他官仔骨骨 他有型 如果你說形容一些女士 所謂的顏直高 即是外貌好 廣東話 靚爆鏡 好省鏡 甚至乎以前有個 比較老派的說法 就說那些女士很消暈 絕對不應該純粹覺得是一對一 你整句的句子來看 你可以有不同的表達方式 它很擁長 是否我們都要這麼擁長去表達呢 我們可以濃縮它 怎樣去分呢 大家真的有時用一些詞 都要想一想 其實我們以前 有沒有一個這樣的叫法 今天你覺得 沒有什麼問題 其實它就好像一個病毒一樣 它是可以散播得很快 而我們是自己都不覺得 優化 優化 都是優化 除了優化 我們是不是沒有其他詞語可以代替呢 其實我們還可以用 改良 改善 提升 那為什麼大家都還用優化呢 第三集 大陸官方用語 打架呢 大陸很多時又會另一個很近似 就是一個嚴打 其實呢 嚴打 就是嚴厲打擊 其實就濃縮了 大陸的叫做嚴打 我們就有一個叫做騷檔 騷檔那些的駕布 騷檔那些的賭檔 就不用東西 都要嚴打它 一步到位 其實現代看以前也有的 但是呢 又是了 濫用了 一步到位 至一下子達到目標 我們可以說 立即見效 一速而就 硬道理呢 這個說話怎麼說得這麼行呢 就是因為 我們以前鄧伯伯曾經說過 發展就是硬道理 其實不用硬道理 我們可以怎麼說呢 譬如說 那個是真理法則 其實都可以代替到這個 官方常常用的套語 黑材料呢 其實文革那時候 已經有一個說法 就是常常說要查抄黑材料 在香港的說法 就是那些人的醜聞 那些人的把柄 甚至乎那些人的痛腳 中中之中 就是我們前特首 經常聽他說話 就會用到這個詞語 中中之中 也是大陸的說法 在香港可以說 最重要 首要 重點 要指 表達方式 五花八門 大陸那些用詞 剛剛我們講的例子 很多時候是所謂的 官方的新聞套語 即是說 整天用來用去都是那些詞語 它無論什麼情況下 它逢是工程就要上馬 它逢是政策最重要的原因 它就是那件事情的中中之中 十篇稿 九篇都要這樣用 變成你覺得是沒有那個轉變 你好像玩這個Bingo 最大問題 就是現在連香港的傳媒 都會用這些詞語 它每次一有一些新聞發佈 你就可以猜到它用的詞語是什麼 永遠都是外國首領勾結的 永遠都是損害這個民族感情的 民族傷害在日本侵華戰爭中 受到莫大苦難的國民的感情和尊嚴 本身這些詞語都沒有高低之別 只不過我們是可以去轉換不同的用詞 去令到永遠不用那麼膚躁分離 夜宵 吐司 聽上去是否很嘔吐呢 因為這些都是大陸用詞 第四集 食物 吐司 吐司 是普通話的詞語 或者書面語的講法 我們在廣東話叫做多士 吐司 都是譯音 多士 都是譯音 不同的語言 在讀同一件東西 即外語 你的音又不同 自然的譯法都可以有不同 大陸叫夜宵 我們香港一向叫宵夜 原來宵夜一遲 早在淮南寺一書 已經有收錄 意思是消磨夜晚的小食 因此 廣東話的宵夜 其實比普通話的夜宵更加貼似 大陸的方便麵 即是我們的公仔麵 奶樂 即是我們很熟悉的芝士 土豆 有時候書面語都可以叫馬鈴薯 但馬鈴薯在廣東話 一般情況下 都是叫薯仔 蕃茄 即是普通話詞語的西紅齒 不是叫番的 即是當時在外地傳入 所以這個番字 亦都可以寫沒有草花頭的番 西紅齒入面的西 有西方的意思 又因為外形像中國的齒 所以大陸就叫做西紅齒 即是來自西方的紅色的齒 我前陣子在旺角經過一間雪糕店 他的餐牌都是寫冰淇淋的 即是你不過眼 你以為自己是否不在香港 你要記住你是立足在哪裏 不是我要去扭曲我的東西 我的文化去遷就某一部份的人士 教育呢 其實近幾年 真的有個警號在這裏 因為現在很多小朋友 他們是普教中 自然他要講 他要去表達那樣東西 他要用一個所謂規範詞 即是普通話的詞語 去講那樣東西 前陣子很出名的 咖喱魚丸子那件事 你咖喱魚丸子 你強要這樣譯是不對的 坦白說 是沒有了香港的特色小食 咖喱魚丸子 沒有了那種意思 但是所謂的粵譜最極 這個能力 作為一個身為香港的香港人 應該要去做到這件事 打造 手機 講話 網友說這些大家慣用的詞語 其實是匪語 究竟這些詞語 是不是真的不可以寫 不可以講呢 最後一集 我們就和大家 談談一些真意性的詞語 其實到現在 我們都很難去定義 何謂比喻 有一些大陸用語 在我們的日常生活裡 用了很久 而當時其實我們沒有那麼留意 手機 在大陸是手提式電話機的宿舍 在香港 以前是講手提電話 亦都可以簡稱手提 或者電話 但現在越來越多人講手機 講手機簡單一點 手提電話 講四個字 有網民將打造定義為匪語 我們翻查池海 發現裡面收錄了打造 意思是製造 而早於三角演義等書 已經出現打造這個詞 不過當時多用於製造金屬 但現在凡是塑造 創造 建造 都被打造取代了 正正因為 他被濫用了 無論是大陸官方的媒體 香港的傳媒等等 這就令到我們對他有一種 對這個詞語 產生了一種 很負面的感覺 簡單來說 你詞窮 你沒有其他用字 去表達你想說的 你便令人感覺 你是文化水平低 對 另一個爭議性詞語 就是講話 池海有修錄講話 是指談話 這件事所指的演講 意思有些出入 所以你問我哪些用得 哪些不用得 是很困難的 現在特別我們整個大氣候 大環境 我們更加要去知道 我們香港文化的獨特性 不同的詞語 表達同一樣東西 但其實那個情感 或者那個感情色彩 是有些不同的 例如回歸之前 我們稱呼中國內地 那便回到大陸 回歸之後 你看看寶藏 開始就多了這個 即是所謂 內地這個說法 甚至乎 國內 那他朝有一天 不知道會不會 全部朋友都說 回到大陸 要回到國 還有語文 特別在香港 它有轉變 是大小來的 由以前 好早期真是純文言文 到後來 所謂三級底中文 那些歌詞 那些作品 文言文 廣東話 白話文 到現在 開始我們關注 那個所謂大陸的 用語入侵這個問題 你說這個趨勢 是否沒有人可以阻擋得到 這個 就不是一個人 或者兩個人 做到的事 是我們所有香港人 都應該一起去做的事 我們在整個這一個人 開票 都不要 零 一份 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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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